新加坡海峡时报6月2号刊登题为 去风险有造成附带损害的风险的社论 在持续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中 去风险相对于听起来不那么温和的脱钩概念 已成为摇述美国和欧盟计划如何处理与中国关系的新官方热词 但正如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寻才 五月在日本参加日金集团主办的论坛时指出的那样 它可能会产生意想不断的后果 其中许多令人不快 从美国和欧盟官员的各种声明来看 去风险似乎意味着在获取必要产品方面 减少对任何单一国家的依赖 防止具有安全影响的技术扩散到中国 解决围绕网络安全和数据滥用的问题 以及审查来自中国的投资 尽管采纳这些目标的人们认为 他们似乎是合理的 但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 可能会对其他国家造成附带损害 例如在减少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方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现 在采购投入方面存在明显的本土偏好 即使伴随着一些有安外包 及从地缘政治利益一致的国家采购 最终结果将是减少供应的多元化 这将使各国更容易受到宏观经济冲击 和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 甚至存在赤裸裸的保护主义风险 例如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 以回流的名义 向与绿色技术相关的商品和服务的国内供应商 提供慷慨的补贴和其他特权 这使其他国家的供应商处于不利定位 出口管制 以及对在华投资的限制 也会影响到 向中国提供中间产品的第三方 通过供应链 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贸易协定 与中国生产商关系密切的数千家亚洲公司 将是受影响最大的对象 如果做得过活 区风险甚至可能导致采取不同的技术标准 迫使一些国家采用互不兼容的长套技术 这可能会损害互操作性 影响效率和安全 区风险还将抑制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科技合作 这一进程已经在进行中 这将阻碍一系列行业的创新和生产力提高 最后 实施区风险政策存在实际困难 立法者必须决定特定行业的哪些部分应受到限制 哪些部分应得到豁免 因此 在制定去风险战略时 政府必须考虑相关行业参与者 以及可能受到影响的第三国的关切